比我们小的,或者是自己家庭里面的 就是兄弟姐妹啊 自儿自女啊 堂兄弟长前妹这样子的称呼啦 然后我会非常的快就解释这个问题就是 哥哥,哥哥我们叫 おにさん 就是这个,に是长音的 这个呢,おにさん呢 通常我们都是会称呼别人的哥哥 我们会叫おにさん 自己的呢,我们会称为 おにさん おに おに 我们叫おに 或者另外一个说文法就是 あにき あにき あにき呢,它也是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那些 台湾的那些 长寿剧或者是一些动漫的话 那些黑帮的大哥 小的 他们的跟班都会叫 あにき 都会称呼这位老大叫あにき 然后呢,当然 自称自己哥哥也可以叫あにき的啦 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是あに 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是あに 接下来就是姐姐 姐姐叫おねさん おねさん 然后呢 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 你的大哥的老婆 就是我们的大嫂 就好像我们说 我们嫁过去 对方的父母亲 就是我们名义上的父母亲 ぎりの母 ぎりの父母 那如果是 对方的人嫁过来 变成我大哥 变成我的大嫂 名义上就是我的姐姐 对吧 我的姐姐嘛 名义上我就是她妹妹嘛 所以呢 他对我来说呢 就是 ぎりの姉 对了,就是名义上的姐姐 ぎりの姉 ず 大嫂的意思 ぎりの姉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 弟弟妹妹啦 弟弟 おとおとさん おとおとさん 记得也是长音哦 おとおとさん 那么我就来考考大家啦 おとおとさん 弟弟的老婆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弟媳 弟媳的话 他是有跟这个 新郎、新娘的用词有关的 还记得新郎、新郎怎么叫吗 就是 ハナ ハナ嫁 跟ハナ娘 那么呢 弟弟的老婆叫做 おとおと嫁 对了 就直接叫弟弟的老婆 弟弟的新娘 おとと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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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妹妹呢 妹妹就是 いもとさん いもとさん 那么呢 再考考大家 就是妹妹的丈夫叫什么 对了 妹妹的丈夫叫做 いもとむこ 对了 直接讲 妹妹的丈夫 いもとむこ いもとむこ 就是 妹夫 妹夫的意思啦 那接下来呢 就讲完了这个 兄弟姐妹过后呢 当然就是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 家庭的排 排名次 跟 如果你是独生子 独生你应该怎么说 所以我们这边日语呢 我们会讲 长男、次男、三男 跟以此类推的 所以我们会讲 チョウナン チョウナン就是 长男的意思 チョウナン 然后次男呢 排名第二的 就是 吉男 吉男 然后三男 这样子 那女生的话也是一样 女生的话我们叫 チョウジョ チョウジョ 跟 ジジョ ジジョ 三ジョ 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最小的那一个 我们叫 スエコ 就最小的末子 スエコ スエコ 这样子啦 那么呢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如果你忘记 スエコ 是怎么讲 或者是你忘记 チョウナン 你是最大 最小的 你可以讲 一番上 上 上就是最大 一番下 是最小的 所以你可以讲 三人兄弟の一番上 就是 三个兄弟姐妹里面 最大的 三人兄弟の一番下 就是最小的 你兄弟姐妹 还有两种用法 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 有各个姐姐弟弟妹妹的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 兄弟 虽然他的汉字是 兄弟 可是他里面有包含 就是姐姐跟妹妹 男女都有啦 男女都有 就是兄弟 那么如果你的家庭里面 只有姐姐跟妹妹 只有女生的话 我们会用 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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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用在 只有女生的这个姐妹 当中 姉妹 三人姉妹 三人姉妹 那如果你是有 各个姐姐弟弟妹妹 男女都有的话 我们就用兄弟 七人兄弟 七人兄弟 就是 就这样子用啦 那么接下来 现在我们要讲就是 独生子独生女的这个用法 如果你是要自称自己是 在家里是独生子 而你没有要明说 就是男生女生的话 你只是讲 我是独生子 你可以讲 我就是 一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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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儿子 一人子 一人子 如果你是要讲 我是独生子 我是独生女 男女之分的话 我们可以讲 一人娘 和一人息子 一人娘 就是独生女 一人息子 就是独生子 就是 娘和娘的差别啦 最后 最后呢 我要讲的就是 外生子女 外生子女 就是孙子 或者是堂兄弟 三姐妹这样子的用法啦 那么呢 最常用的就是 这个外生 跟子女 就是自己的弟弟 自己的弟弟妹妹 姐姐哥哥 所生的孩子 就是你的子女 跟外生嘛 那么外生 子子 我们叫 Oi Oi 子女我们叫 Mai Mai 你只要把它 你只要把它 想唱成Mai 很像女生的名字 就是 子女 Oi 然后你叫人 Oi Oi 男生嘛 不要出炉嘛 所以那个Oi就是 外生子子的意思 Oi 然后呢 如果是统称 堂兄弟姐妹 跟表兄弟姐妹 就是 啊 Cozin 我们Cozin的意思 就叫 iとこ iとこ 就统称所有 你的亲戚啦 就是堂兄弟姐妹 iとこ 那么孙子呢 就是 你妈妈 要你生孩子 那个孙子 我们叫做 孙子 最好像 你是 你奶奶的孙子 就是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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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这些呢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些 就是家庭成员的这个种称 无论是 兄弟姐妹啊 或者是父母亲 或者是长辈 或者是你 婚嫁了 就是对方 爸爸妈妈要怎么称呼啊 等等之类 然后呢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 这一个影片呢 可以学到更多 称呼人的这个 啊 用法啦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お疼様でした 拜拜